现在有一栋二十几年的大楼 其中有一层楼呢 原本是西餐厅 但是在十多年前停业之后 一直都没有人住进去 荒废到现在 整个外面的砖墙都已经严重剥落了 严重威胁到民众的居民安全 那么在成情之后 是足足拖了两年才拆除 日本精英的广告扛棒一碰就碎 三路一地的砖头 从十五层楼的高度重重落下 如果有人刚好走过 后果不堪设想 招牌被风一吹 整个摇摇晃晃 连墙壁都是空心的 又小心踹到就会破一个大洞 这个是完全空的 这一踹就出去了 这里是桃源县中正路 和三明路的一栋大楼 这里的十五楼在十几年前 还是一间热荡的西餐厅 停止宴后就没人进驻 荒废到现在 墙砖已经剥落 地板全都隆起 许多地方严重风化 影响附近住户安全 两年前大楼管理委员 向县政府反映要求整修 却得不到回应 就怕哪天真的砸伤人 这一次管理委员会 强烈要求县政府 复习拆除的责任 我们这边也是因为 那个无阻联络不上 然后我们就是协同管委会 所以先把危险的部分 先拆掉 这种大楼两年前 就已经开始影响 附近居民的安全 当时管委会向县府申诉 却没有回应 直到现在才来处理 县府的效率实在是有够慢 中间新闻桃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